我们家豆豆豪一个月就要生懒 看这肚子多大 今天决定把毛给它剃一下 因为天气太热了 也不能一直给它洗澡 一会儿就先给它喷点水 跟你爸一样 得先把它打湿 弄湿不弄湿 它这个毛 一会儿倒出了 一会儿给你剃 剃话 别动别动 回来 家里边这群毛孩子比较多了 我都快撑剃头匠了 你看豆豆多听话 一动不动呢 对 多好 我记得之前给来福立法的时候也是 来福也特别不爱 天哪一辈 电是没电了 抽电线也找不到了 雪峰准备去找抽电细节 豆豆你在这待会儿 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们说这夏天生小狗的话 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也不知道 然后应该准备什么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给我 承受一下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又找了一个腿子 还是不能用 她要当奶奶 对 她当婆婆了 不是 对 她当奶奶 当奶奶 看到毛还是比较厚的 简案以后就不会那么热了 要不然到时候生产的时候 太热了 对 做叶子也做不好 又花了一笔剂子买了一个新的 这次茶是火店 啊 这次要再提不好 就是我的原因 不是 你看 你可不能再找借口了 有时候还要给筋毛 所以 干脆买个好点的 对了 这个推得舒服吧 接应看 这个推得舒服吧 接应看 你就轻着快去聊啊 对你温暖的心跳 你就像一步 大发行 黑暗的光明 看她贴完毛 跟一只小羊一样 看多像啊 好了好了 起来了 走在这儿躺着不动了 嗯 快起来 起来 下来坐 走走 下来走走 走两步 走两步 走走现在 这水像一只小羊 嗯 像羊羹 正好她也没有尾巴 嗯 好看呢 耶 你说她现在肚子这么大 她走路的时候 会腰疼吗 胯骨疼吗 谁知道呢 谁呀 明天我们在机医院看看 看需要给她买点啥 你看肚子多大 嗯 哎呦 好了 登登 看她不高兴了 现在凉快了吧 啊 现在凉快了吧 谢谢大家